今天,美國職棒大聯盟公佈了2023年的東山再起獎 我們來看到在今年拿下美國聯盟東山再起獎的 是芝加哥的後援投手,也是我們的守護神Lion Hendricks 在去年2022年,Hendricks發現了他得了第四期的淋巴癌 經過了化療以及復健,他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宣布復出 在5月30號,投了他大聯盟今年的第一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是面對洛杉磯天使隊 不過今年的Lion Hendricks還在大聯盟的時間並不長 只出賽了5場,投了5局 在6月份的時候,就因為手肘發炎 8月份又動了手肘韌帶致幻手術Tommy Jump 而這次Lion Hendricks的獲獎也是白華隊隊史上 繼2006年的Gentleman之後,再度的有白華球員拿下東山再起獎 而過去2019年以及2021年,那個時候 印第安人的Carlos Carrasco以及精英隊的Tremersini 也都是經歷過抗癌的過程之後 獲得了隨隊記者的票選,得到了這個東山再起獎的獎項 好,接下來帶人來看到的是拿下今年國聯 東山再起獎的是芝加哥小熊隊的Cody Bellinger 過去他在到齊隊時期,曾2017年拿過年度的最佳新人 2019年還拿下過國聯的MVP 不過過去兩年他在到齊隊的一個 因為受傷的關係,表現不盡理想 也使得到齊隊在去年2022年結束之後 選擇並沒有留下Cody Bellinger 他跟小熊隊是簽下了一份一年1250萬美金的合約 而在今年的賽季,他在小熊隊交出了 3x07打擊率,26支全力打,20次的倒壘成功 那他也是小熊隊第一位拿下東山再起獎的球員 當然在今年球季結束之後 小熊隊也對Cody Bellinger提出了所謂的合格報價 在遭到了Bellinger拒絕之後 如果未來成為自由球員的Cody Bellinger加盟其他球隊的話 小熊隊將可以得到補償的選秀權 而Cody Bellinger今年這樣的一個圖書表現 渴望也可以替他在自由市場上 爭得一份超過1億美金這樣的一個合約